所以我们就以公代正 以公共粮 希望让当地的周围的环境 有人打扫 有人清理 也要最重要就是要带起了他们的精神 重整他们的精神 就是要把它就拔起来 让他们扶起来 不要在他顶上去 所以就是要辅导他 清理卫生 整理环境 那我们就给他 一个人来做工 那就是有全家人可以生活 这都是对食对饥对地方 也要尊尊善悠 用种种的方法 去深入众生的所需要的 所以我们就是 给他肚子会饱 而且让他的精神能提升起来 用爱的互动 让他振作起来 按他们的生活 给他们的物资 还要带动他们的精神的生活 那一路过来 现在已经也要让他们 花挥到他的慧命 要成长他的慧命 所以说来 慈祭的爱开启了 启发他们的大爱 成长他们的慧命 所以希望他们这一步 跟慈祭人结缘了以后 还要再延续下去 后面接下去的 就是需要中长期 那中长期的工作 还是慈祭人留在那里 那昨天 当我们睡得很甜 但是他们在那里 祈祷 因为足球场里面 还有很多的帐篷区 还有考虑到安全 所以足球场的主任提议 就是说 要有一个范围控制 所以昨天也进两千人 净两千人 当当地的祈祷千多人 慈祭人 还有志工为和部队 这样真真的有进两千人 那一大早 施贤就拿了一个表 给我说 哦 张安 他们万万 结束 也是很温馨 同时呢 施贤还跟我说 他说 他们很尊重慈祭 在人要进路的时候 都有管控 这个管控 就是衣衫不整的 肉背装的 穿这个拖鞋的 等等 不整齐的 不让他进去 因为呢 他们要表达 对慈祭的尊重 听来呢 听来呢 真的也是很感动 那当然啦 也希望呢 人人都能提起这份的 虔诚戒圣 来祈祷 但愿人人都有机会 而且我又听说啦 这样场合很庄严 那他们呢 都有来表达 比如说神父啊 也来布道啊 虽然我们是佛教 但是呢 也是同样不同的宗教 同样在一个场合 那各种的宗教都有 总而言之呢 非常的感动 不要以为海地离我们很远 其实呢 我们都是同步 在台湾的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呢 一天的活动呢 结束啦 等一下我又要跟他们呢 连线了 真的非常感恩 那美国多米尼加的慈祭人 真是难行能行啊 请根影啊 这一群菩萨呢 真的是人间的 容忽人间的菩萨 真的是步步难行哦 但是呢 还是行 那菩萨呢 不怕辛苦 但还是呢 请根影啊 那点点的滴滴的水啊 就像连线一样的 虽然是一点滴 只要在水面上啊 一滴 那这个连线一样的 就已经拖开哦 那就很多人啊 点点滴滴的累积起来呢 把这么辽阔的国度里啊 人人发挥那一份爱心 感恩 地联明 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